红光闪动 诅咒落下 同时星空中浮现百万米亡灵之眼 不死法则全力发动 一道道法则神龙 带着浓郁的死亡气息 落在锁定的朔金星辰上 法则 物理 灵魂 三重攻击几乎同时发动 经过之前的试探 林墨宇已经大概看出了他们的实力 是金兽皇的攻击力 差不多和神王五阶相当 另外两颗朔金星辰 应该是两只是金兽皇重组的肉身 实力在神王四阶左右 神王四阶和五阶只相差一阶 但实力却相差巨大 尤其是朔金元星和朔金星辰相比 差距被拉得更大 柿子先找软的捏 所以林墨宇第一个找上了朔金星辰 先拿他们开刀 剑光在朔金星辰上爆开 骷髅王全力以赴的一剑 蓝色光芒被打断663 蓝色的朔金被硬生生地切割出来 崩裂成无 树碎片 洒向星空 骷髅神将的剑气密密麻麻地落在朔金星辰上 每一道剑气都能留下一个印子 千道 万道 十万道剑气同时落下 打得朔金星辰震动不止 尤其当时间诅咒落下 朔金星辰剧烈颤抖起来 林墨宇仿佛听到了来自是金兽的惨叫声 是金兽没有智慧 从不畏惧死亡 也不懂什么叫痛苦 但有了智慧之后 就会拥有这些不太好的情绪 所以有没有灵智 有的时候就像是双刃剑 有好有坏 灵魂带来了强烈痛苦 整颗朔金星辰都在震动颤抖 星辰表面裂开 出现无数条深不见底的裂缝 犹如末日来临 亡灵之眼的眸光落下 亡灵凝视看下来 第二重灵魂攻击落下 朔金星辰震动得更加厉害 蔚蓝色的光芒在星空中绽放 光芒犹如火焰熊熊燃烧 蓝色的火焰席卷来 刹那间 骷髅王和骷髅神将都被火焰所笼罩 火焰之中 骷髅神将的骨头发出咔嚓声 迅速变得干枯 随后开始发黑 林墨与目光一宁 深渊之火 他知道了 这位是金兽王 吞噬的是一位恶魔族灵魂 而且是 擅长操纵深渊之火的恶魔 深渊之火蕴含着来自深渊的法则 同时又融合进了金银石的剧毒 朔金的锋锐 变成了一种独特且威力巨大的火焰 骷髅神将被烧成重伤 全身发黑 行动变得迟缓 力量大幅度减弱 接着铺天盖地的白光 身体亮起洁白光芒 被烧黑烧焦的白骨迅速恢复光节 力量恢复 战力恢复 骷髅神将再度牢固出一道道剑气 打在朔金星辰上 数十万道剑气落下 积少成多 朔金星辰在灵魂痛苦颤抖中 开始崩解 世金兽王发出怒吼 引力锁定了朔金星辰 把他拉了回去 林墨与嘴角戴笑 刚才短短一瞬 前后两三秒 他已经发现了世金兽的弱点 那就是灵魂 他们的灵魂不够强大 虽然操纵了坚固无比的朔金星辰 却因为肉身不够强大 所以无法完全操纵 或许朔金星辰能挡住神王五阶的攻击 但是灵魂却挡不住神王三阶的攻击 在大世界里 灵魂比肉身重要 肉身可以相对弱小 但灵魂不行 但是在这里 世金兽王明显是倒过来了 难怪郭家伙一动不动 看来是灵魂无法操纵这具身体 朔金元星太大太强 远非普通朔金星辰可比 在把他荡成肉身之后 仅仅是金兽王的灵魂 无法对朔金元星进行操纵 这就是个活靶子 灵魂与心中大定 这样一来 即使自己打不过也能逃 对方动不了 就别想追上来 甚至灵魂与可以把这里围起来 找出相应的办法 是金兽王把两颗朔金星辰都拉了回来 就像是一对眼睛安置在自己身上 接着蓝光大圣笼罩星空 灵魂与看到蓝光之中 远方的星空忽然变了 有不少蓝色的光点 忽然消失 然后又出现 蓝色光点变得越来越大 变成了一颗颗朔金星辰 他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冲过来 这货要做什么 灵魂与不知道是金兽王要做什么 现在他已经命令骷髅神将 对他进行猛攻 朔金元星的硬度远超想象 骷髅神将的攻击毫无作用 只有骷髅王可以造成一些 微不足道的损伤 对于巨大的朔金元星 根本不算什么灵 灵魂与手指一点 红光翁地落下 朔金元星震动了树下 蓝色混乱了一阵便没了动静 隐隐约约 灵魂与听到了 是金兽王痛苦的叫声 时间诅咒并没能造成有效伤害 只是让他痛苦了一下 亡灵之眼凝视过去 效果更加不明显 灵魂与不禁感叹 灵魂攻击的威力依旧略显不足 若是现在他有真神九阶 那结果或许就完全不同了 几颗朔金星辰飞过来 轰然炸开 强烈的毒气粉末 瞬间笼罩星空 是金兽皇拥有操纵朔金的能力 可以随时引发毒爆 如果不是碰到自己 是金兽的这一招 无往而不利 灵魂与面色古怪 他明明知道 剧毒粉末对自己没用啊 为什么还要用这招 没等灵魂与想明白 那个双手托天的巨人 双手猛地发出强烈光芒 他竟然朝着灵魂与跪拜 嗡的一声 灵魂与脑袋矩震 一时间思维混乱 灵魂世界嗡嗡作响 水晶壁垒发出支压声 甚至有些变形扭曲 仿佛受到剧力冲击 九彩龙魂惊 发出嘹亮龙吟 灵魂与的思维意识 顿时恢复清楚 眼前一片蓝光闪烁 一颗朔金星辰 已经重重撞在他的身上 灵魂与不受控制地倒飞出去 直接飞进2.8了剧毒粉末的区域 纯粹的物理攻击 并不能伤到灵魂与 剧毒粉末也不行 这一次撞击 其实对灵魂与 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远不如之前的灵魂冲击 灵魂与在剧毒粉末中倒飞 心中依旧骇然 这是什么术法 自己的灵魂 在刚才受到莫名的冲击 十分诡异 如果不是自己的灵魂世界足够强大 灵魂品质已经达到四品巅峰 说不定刚才就完蛋了 灵魂世界崩溃 自己也是必死无疑 虽然不知道对方用了什么术法 但是可以肯定 那是属于星空天灵族的术法 星空天灵族太过神秘 关于他们的资料 很少很少 这时他看到那名巨人 再度朝着自己跪拜 灵魂与汗毛乍立 全身紧绷 第一次跪拜已经十分凶险 第二次跪拜 攻击来得无声无息 灵魂与忽然感觉到了剧烈的刺痛感 皮肤灼热 犹如火烧 下一秒 全身都泛着蓝光 蓝光是从皮肤中透出来的 大量剧毒粉末 正朝着体内涌来 他中毒了 好久没有感受过中毒的滋味 自从把毒抗提升到100% 之后又觉醒了 元素抵抗这一被动术法 就再也没中过毒 但是现在 他竟然中毒了 他意识到 这是那名巨人第二次跪拜的效果 第二次跪拜 影响了元素抵抗的术法效果 导致自己无法再对毒性进行免疫 幸好只是影响了一部分效果 并没有完全失去作用 要不然 他现在该毒发身亡了 此时真神巅峰的肉体发挥了作用 毒性在侵入皮肤后 受到了抵抗 肉身越强 对于这一类的毒性抵抗能力就越强 紧接着身上白光闪烁 巫妖将军开始对林墨宇进行治疗 治疗的效果不是很明显 但还是有点作用 减轻了一部分损伤 剧毒造成的伤害 还会传递给骷髅们 这种情况下 林墨宇在剧毒零六粉末里 站了十天半个月 也不会有事 目光落在那名巨人身上 林墨宇眼中带着警惕 这种攻击太过诡异了 根本无法防御 随着林墨宇的锁定 骷髅王同时一剑斩向巨人 剑光在巨人身上闪过 巨人发出一声尖叫 变得虚幻了几分 但并没有消失 这是巨人开始第三次跪拜 哄 林墨宇浑身一颤 感觉到了一阵虚弱感 困意袭来 他有种想要睡上三天三夜的冲动 全身绵软无力 好像所有的力量都被抽干 我的属性被削弱了 林墨宇当即意识到 这一次跪拜 对方削弱了自己的所有属性 不过没有影响法则 也没有影响肉身强度 单纯就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无力感 虽然没有造成具体伤害 但若是放在正常的战斗中 这将是致命的 我会吞噬你的灵魂 把你变成我的奴仆 我要让你永生永世 成为我的奴隶 是金兽皇的声音 从毒粉外传来 越发的刺耳 林墨宇身处毒粉中 目光冰冷凌厉 不行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 不知道还会不会有第四次 第五次跪拜 如果再继续下去 会有危险 星空天灵族的术法太过诡异 林墨宇知道 不能再拖延下去 心中一狠 目光扫过是金兽皇 这颗巨大且坚固的朔金元星 还有在他面前的两颗朔金星辰 以及 以及剩下来的上万世金兽 上万世金兽 没有资格参与这场战斗 林墨宇也没有把是金兽斩尽杀绝 因为留着他们有用 深吸了口气 如果还是解决不了他 我就该逃了 握紧了拳头 全身突然璀璨发光 本元术法 强兵 本元术法 巨力 两大本元术法同时开启 林墨宇拥有的所有召唤物 所有属性朝着身体里汇聚 被削弱的属性瞬间恢复到巅峰状态 随后突破巅峰 面对着不讲理的本元术法 境界的隔膜仿佛不存在似的 只要林墨宇的肉身灵魂能承受得住 又能提供足够的力量 林墨宇的气息在不断上涨 真神七阶 八阶 九阶突破 属于神王的气息从林墨宇身上爆发 在短时间内冲散了剧毒粉末 神王一阶 二阶四阶 灵魂传来骨骚感 和上次一样 肉身还有余力 灵魂首先饱和 上次林墨宇停了下来 这次却不行 仅是神王四阶 还远远不够 继续 林墨宇深吸口气 继续提升 庞大的力量 遵循莫名的法则 钻进了身体 钻进了灵魂 神王五阶 六阶七阶 林墨宇气息越来越强 星空在震动 剧毒粉末被无形的力量吹起 朝着四周散开 灵魂中的骨骚感越来越强烈 仿佛下一秒就会炸掉 身体也几乎达到了极限 全身皮肉撑起 林墨宇的体型大了一整圈 面对强横无比的力量 剧毒普查彻底驱逐 神王九阶 林墨宇达到了神王九阶 除了没有灵魂法则领域 其他方面和神王九阶没任何区别 这片星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存在 神王九阶的力量在星空中鼓荡 原本林墨宇试图能不能达到神尊 但答案告诉他 不可能 如果他还要继续突破 会当场暴体而亡 即使是现在这个状态 也维持不了多久 灵魂已经受到了巨大创伤 若是换成普通人 早死了 时间不多 两大本源术法加持下 灵魂力正在急剧消耗 能维持的时间不多 仅有20秒 此时 那些还活着的是金兽 就能发挥巨大作用 他们是灵魂宇最好的灵魂补充物 亡灵之意前所未有的剧烈震动起来 亡灵之意是个没有上限的术法 给他的力量越强 他给出的反馈 也就越为猛烈 尤其是亡灵之意中 蕴含着空间法则 灵魂宇之前全力催动时 已经有所体现 现在 灵魂宇以神王九阶的力量 去催动亡灵之意 他面前的空间 像镜子般轰然破碎 灵魂宇也同时如顺一般 来到了朔金元星 面前 骷髅753王 把手中的古剑扔给灵魂宇 古剑半途中缩小 来到灵魂宇手中时 已经和普通长剑没什么区别 是金兽皇愣住了 他不明白 为什么灵魂宇突然间就没事了 而且灵魂宇身上的气息 让他感到惊恐 斩神 灵魂宇轻贺一声 一剑斩出 目标是双手托举的巨人 剑光无比赤裂 远超骷髅王的一剑 巨人在剑光中轰然破碎 术法被迫 弑金兽皇发出一声尖叫 接着灵魂宇第二剑斩出 第二剑锁定的是 所有还活着的是金兽 剑光席卷星空 笼罩了所有是金兽 无论是普通是金兽 还是精英是金兽 或者队长级的是金兽 将近两万的是金兽 在这一剑后 都化作虚无 星空中满是一块块朔金 密密麻麻 大量灵魂力倒卷而回 为灵魂宇补充着消耗 术法时间大幅度延长 现在至少可以维持一百秒 一百秒的时间 足够了 灵魂宇嘴角带笑 一直点出 融合术法 时间诅咒 红光落下 两颗朔金星辰刷裂颤抖 星辰崩裂 灵魂受到重创 开始崩塌 耳边响起 世金兽皇的惨叫 蓝色震动 朔金元星上也出现了裂缝 灵魂宇提着剑 杀进裂缝 朔金元星剧烈震动不止 灵魂宇杀了进去 神王九阶的战力 肆无忌惮地爆发 不止神王九阶 还有强兵 带来的十倍杀伤效果 哪怕以朔金元星为肉身 是金兽皇 也是毫无反抗之力 力量差距实在太大了 神王五阶和神王九阶 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朔金元星外 骷髅神将和骷髅王 已经以第两颗朔金星辰 发动猛烈攻击 他们同样享受着 强兵 朔法带来的十倍杀伤 朔金星辰就像是积木一样 被他们撕成碎片 是金兽皇惨叫不止 他无论用何种方式 都无法阻止林墨宇 林墨宇的剑 穿透了高纯度朔金 一路杀到了核心区域 一片紫光占据视线 这里到处都是朔金精华 丝丝缕的朔金精华 交织成一起 犹如细滑的丝绸 高贵而美丽 在紫光之中 林墨宇看到了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一只拳头大小的是金兽 是金兽皇的灵魂 他趴在紫光中 瑟瑟发抖 看上去就像是小狗一样 眼中带着恐惧 也带着凶力 他恶狠狠地叮叮着林墨宇 灵魂之音不断回荡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看样子 他已经陷入疯狂 林墨宇刚才一路上 不断使用时间诅咒 在强烈的灵魂攻击下 多亏了朔金精华 他才能活到现在 林墨宇不想与他多说废话 随后一箭斩出 灵魂顿时爆发出夺目紫光 灵魂惨叫连连 但是并没有死去 是金兽皇尖叫不止 灵魂眼前出现了一尊虚幻朦胧的影子 影子双手虚抱 好像抱着什么东西 他一出现 就朝着林墨宇鞠躬行礼 哄 磅礴剧力撞在林墨宇身上 灵魂剧烈震动 再次受到猛烈冲击 林墨宇感觉自己的境界掉落 从真神九阶掉落到了真神八阶 接着影子再次行礼 二鞠躬 一股无形的力量落在林墨宇身上 境界再次掉落 变成了真神七阶 又是星空天灵族的术法 这种攻击太过诡异了 不过现在林墨宇并非自身境界 而是利用术法提升起来的临时境界 一而再 再而三 过分了 林墨宇并没有对境界跌落有什么恐惧 深吸了口气 眨眼间的功夫 气息再次提升到神王九阶 接着林墨宇的灵魂一跃而出 手中握着神王镜上品的法宝 斩魂剑 现在他暂时处于神王九阶 可以发挥出斩魂剑的所有威力 灵魂抬起小手 朝着是金兽皇一指 斩魂剑带着灵力见光 瞬间射出 刺入是金兽皇的灵魂 斩魂剑是灵魂法宝 而且还是神王镜上品的灵魂法宝 它的所有攻击 都是针对灵魂 斩魂剑刺入是金兽皇的灵魂 爆发出一团烈焰 焚烧灵魂 是金兽皇的灵魂 在烈焰中惨叫不止 朔精精华疯狂涌入 如流水一般 想要浇灭火焰 但无济于事 斩魂剑的火焰 不是轻易可以浇灭的 仅仅两秒后 是金兽皇的灵魂 被烧成了灰 不复存在 环抱着东西的虚影消失 术法终结 灵魂一灭 整颗朔精元星 顿时沉寂了下来 虽然还在释放着蔚蓝色的光芒 但与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不再那么爆裂 开始变得融合 两颗朔精星辰 此时已经被骷髅们 打得四分五裂 变成了无数碎片 散落在星空里 灵魂于吐了口气 全身的气息急剧减弱 他主动解除了两个本元术法 这时身体猛的一阵 露出一丝莫名笑意 本元术法解除 灵魂如吹到极限的气球 突然炸开 灵魂碰得炸成碎片 随后灵魂于全身被紫光笼罩 天赋发动 全面新生 灵魂获得新生 身体状态也随之恢复到全胜状态 这时灵魂于发现 自己的境界提升了 一场杀戮之后 自己从真神五阶 提升到了真神六阶 他在发动本元术法后 杀了将近两万世金兽 而且有部分是神王静的 其余也都是真神八阶或九阶的 之后又杀了神王五阶的是金兽皇 吸收了大量的灵魂力 经过天赋巨术和九彩 龙魂精的双重进化后 依旧转化出了庞大灵魂力 本元术法 以战养战 越战越强 灵魂于难难自语 本元术法太过逆天了 别人得已就有机会成为真正的强者 而自己却拥有两个 这种事 不管是谁都得羡慕致死 手指轻弹 弹出一团银白火焰 想要复活是金兽皇 灵魂于对是金兽皇的诞生策划不感兴趣 他感兴趣的是星空天灵族 这个处处都透着神秘的种族 各种术法也是极为诡异 而且来到这里的目的 同样存在疑问 灵魂于很想知道 最好的办法就是透过复生者的嘴 不死火焰熊熊燃烧着 但是并没有凝聚出应有的灵魂 也没能把是金兽皇变成复生者 灵魂于皱了下眉 王者复生竖法失效了 晨音数秒后 灵魂于大概知道了失效原因 王者复生需要尸体 哪怕只是一根头发丝也可以 但是这里只有试魂寿皇的灵魂 而且灵魂已经灰飞烟灭 什么都没有 朔金元星一直存在 只是被他占据操纵 并不能算是他真正的肉身 所以也算不上是尸体 没有尸体 王者复生自然不会生效 他应该不会把自己原来的肉身毁灭掉 应该藏在某处 而且不会距离很远 并且是要在安全的地方 那么最有可能就是在这里 找找 在这片肉肉和灵魂感应都受到强大阻碍 看不太清 马得的 而且这种事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 心中一动 身边出现上千骷髅 开始四处寻找 灵魂于则把目光看向无处不在的朔金金华 这里是朔金元星的核心处 是属于朔金金华的世界 交织成丝绸般的朔金金华 如条条紫色飘带 在空中飞舞 灵魂于伸手一招 一片丝绸进入手中 这一条丝绸里 至少蕴含着数万缕 朔金金华 灵魂张口一吸 顿时把整片丝绸吸了进去 灵魂表面上出现了一片紫光 紫光紧紧贴着皮肤 如水般流淌 紫光介于灵魂表皮 与魂一之间 是魂一之下的另一重防御 而且灵魂于能感受到 紫光的防御力很强 超过了魂一幅 随着灵魂变强 紫光会随之变强 确实是好东西 灵魂于开始大口大口 吸收朔金金华 灵魂的表皮上紫光流淌 迅速覆盖了整个灵魂 紫光迅速被灵魂吸收 消失不见 吸收了朔金金华后 灵魂防御力大幅度提升 接着第二层朔金金华出现 再次流淌于灵魂之上 供灵魂吸收 一轮轮的吸收 灵魂的防御力越来越强 灵魂于仗着自己的灵魂品质 肆无忌惮地吸收着朔金金华 直到完全饱和 灵魂无法再吸收朔金金华为止 这才停下来 大世界中宝物众多 但是能增强灵魂的宝物 只占了极小的部分 朔金金华是难得的宝物 若是灵魂不离开灵魂世界 有着灵魂壁垒保护 还体会不到朔金金华的作用 但一旦灵魂离开肉身 无论是灵魂具现 还是灵魂法则领域 灵魂的防御力就显得极为重要 灵魂可以发挥出惊人战力 但也极为脆弱 吸足了朔金金华后 灵魂宇大概判断出 自己的灵魂防御力 已经超过了达到神王镜巅峰 自己的灵魂 几乎可以无视神王镜的灵魂攻击 就算是神尊镜的灵魂攻击 也不可能轻易灭杀自己的灵魂 如果再碰到空文佛陀这样的神尊 至少在灵魂方面 想斩杀自己不会那么容易 说到底 还是本457身境界差了 拖累了灵魂 要不然 灵魂还能继续增强 他吸收了很多的朔金金华 可是空间中依旧紫光耀眼 朔金金华并没有减少 可惜 朔金金华带不走 朔金金华一旦离开了朔金星辰 就会消散 所以只能在这里吸引 别无他法 但是有能力进入朔金星辰的人 并不多 就算进来了 因为灵魂境界品质的限制 也吸收不了多少 不可能像灵魂宇这样 能感到灵魂宇的十分之一 就算是很强了 既然带不走 也不需有多少留恋 目光从朔金金华上移开 查看骷髅们传回来的信息 果然找到了 其中一只骷髅 发现了一个通道 这个通道很隐蔽 如果不是骷髅们地毯式的搜索 几乎不会被找到 他隐藏一块朔金后面 外面又有朔金金华缠绕 紫蓝光芒相互交织下 几乎不会被发现 沿着通道进入其中 还没走出几步 林墨宇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通道中 朔金金华惊人的浓郁 通道完全被染成了紫色 大量朔金金华正在通道中飘 A-B-I 扶着 每走一步都能挤开大量朔金金华 洞穴外的朔金金华 只不过是从通道中 飘出去的一部分而已 林墨宇顿时对通道的另一端 产生好奇 但是他心里并没有放下警惕 星空天灵族的神王 就是死在这里 至于是死在外面 还是死在通道里面 不好说 在外面没有找到相应的尸体 林墨宇猜测 弄不好就是死在通道的另一头 通道中视线极差 完全被朔金金华的紫光所遮挡 几只骷髅在前方开路 走动间发出咔嚓声 走了片刻之后 紫光忽然散开 仿佛进了另一重空间 这里依旧是紫光弥漫 但却是集中起来 不再像通道里那样 遮挡着视线 空间上方 有一颗巨大的紫色光团 由朔金金华组成的光团 一缕缕朔金金华 正从光团中溢出 在光团之下 一个如人形的生灵 盘膝而坐 在他身边 趴着一头是金兽 这头是金兽 体型并不大 与其他是金兽相比 显得相当小巧 但是他身上的气息并不弱 皮肤上紫光流转 带着一种高贵 星空天灵族 视金兽黄 结合之前得到的信息 不难分辨出 就是这二位了 星空天灵族在这里吸收朔金金华 被视金兽黄偷袭 最后身形 灵魂被视金兽黄吞噬 最后令视金兽黄产生了灵质 于是就发生了接下来的许多事 灵魂鱼也是首次见到 这个神秘的种族 不禁多观察了一番 星空天灵族 与人族有着八九分的相似 但是他们的头顶 长着一根尖角 有点像是独角兽族的独角 只是更加精致小巧 除此之外 几乎和人族没什么区别 就连穿着打扮 都与人族十分接近 星空天灵族确实不凡 竟然能找到这里 若是换成了别的种族 连靠近都做不到 而且死后尸体也没有腐烂 说明他们有着极强的剧毒抵抗力 甚至有可能对剧毒免疫 既然有尸体在这里 那就好办了 灵魂鱼弹出一团火焰 落在星空天灵族人的尸体上 火焰之中 灵魂鱼感受了灵魂的跳动 遵从着某个神秘规则侧 他的灵魂正在重组 数秒后 星空天灵族人睁开了眼睛 他的眼眸犹如星空一般深邃 仿佛蕴含着整个大世界 这样的眼眸 灵魂鱼曾经见过 那是于轻柔的眼睛 也是如此 星空于人族 星空天灵族 都带了星空二字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灵魂鱼在心中想着 成为复生者后的星空天灵族人 平静地看着灵魂鱼 并没有像别人一样匍匐在地 也没有口称主人 灵魂鱼从他的眼神中 看出了一种高傲 复生者会保留着生前的所有记忆 其中还包括思维 性格 虽然因为术法 思维会被强行扭曲 完全听从灵魂鱼的命令 但有的时候 一些高傲的性格会出现抵抗 灵魂鱼对此并不在意 问道 你是星空天灵族人 那人点点头 并没有说话 你叫什么 什么境界修为 天子寒 神王三阶 回答干脆利落 没有一点废话 灵魂鱼问道 双手托举会行跪拜的巨人 环抱虚空会鞠躬的人 是你们术法 天子寒再次点头 是 灵魂鱼继续问道 那你说说 你们星空天灵族的术法 到底是什么法则 那些奇特的作用 是怎么产生的 天子寒并没有说话 目光中流露出一丝挣扎 一丝痛苦 很快满是星辰的眼眸中 出现了大量血丝 鲜血从眼角流下 灵魂鱼皱了皱眉 天子寒竟然在与自己的命令 做对抗 接着天子寒忽然闭上了眼睛 身上气息剧烈波动起来 他要自爆 灵魂鱼脸色一变 星神一怯瞬间下达的一个命令 毁灭 灵魂消散 天子寒整个人化成烟尘 灰飞烟灭 灵魂鱼有操纵复生者生死的权利 只要一个念头 就要让复生者灰飞烟灭 他也没料到 天子寒竟然要自爆 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让天子寒抵抗 亡灵复生 显然天子寒不想把关于 星空天灵族的秘密说出来 灵魂鱼有些无奈 这个种族在他心目中的神秘 及危险程度 在上一层 如此看来 死人都不一定可靠了 从此以后 天子寒在大世界里的所有痕迹 都被彻底抹去 或许只有星空天灵族的一些记忆里 会有这样一位神王存在 灵魂鱼的目光 落在身边的是金兽皇身上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答案 屈指弹出火焰 落在了是金兽皇身上 火光之兽 是金兽皇缓缓睁开了眼睛 成为复生者后 他匍匐在地上 发出轻吼声 见到这一情况 灵魂鱼微松口气 看来可以问出点什么了 是金兽皇吞噬了天子寒的灵魂 应该是得知了不少星空天灵族的信息 可玄机 灵魂鱼又皱起了眉 通过与复生者之间的联系 灵魂鱼感觉到了不对劲 是金兽皇的灵魂 死气沉沉 毫无灵动之意 不像是有智慧的模样 他更多的像是 只有本能 没人有思想的野兽 灵魂鱼低声问道 你会说话吗 吼 回答的是野兽的吼叫声 声音如狮如虎 倒是有几分气势 可惜对灵魂鱼来说 毫无作用 灵魂鱼拍了下脑袋 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 天子寒灰飞烟灭了 王者复生抹去了 他存在的所有痕迹 哪怕他被吞噬掉的灵魂 都无法再次恢复 就连是金兽皇 通过亡灵复生 重组复生的灵魂里 都不再包含任何 关于天子寒的信息 成为复生者的是金兽皇 他的灵魂 处于吞噬掉天子寒灵魂前的状态 没有灵智 没有思维 纯粹就是一个靠本能行事的野兽 甚至比许多普通人家里养的狗都不如 但也不对 至少成为复生者的他 比狗听话 灵魂语知道 无法再得到什么信息 转而问道 你能操纵朔金元星吗 是金兽皇抬起脑袋 目光中流露出些许不解 似乎并没有听懂 灵魂语话里的意思 他没有智慧 自然也听不懂大世界通用语 灵魂语无奈 改用灵魂意识进行沟通 用灵魂沟通 就可以越过语言方面的障碍 是金兽皇乖巧地点着脑袋 和灵魂语想的一样 他确实拥有操纵朔金星辰的能力 只不过 他们没有智慧 无数年来 从来没有展露过这个能力 也正是因为这种能力 所以他才能以朔金元星为新的肉身 灵魂语清楚 其实那并不能算是真正的肉身 只不过是灵魂暂时寄居于朔金元星 对朔金元星进行操纵 从而封锁了这片区域 让6-99号区域变得只能进不能出 只不过他实在太笨了 根本解释不清楚自己的出身来历 就连灵魂语的命令 也要许多次沟通才能理解 灵魂语对此表示无奈 最后 灵魂语要连番的沟通之后 让他解除了 对6-99号区域的限制 恢复到了平日的模样 从这一刻起 外面的人可以进来 里面的人也可以出去 灵魂语抬头看向半空中的紫色光团 朔金元星是6-99号区域的核心 那么这个紫色光团 就是朔金元星的核心 朔金元星中的朔金金华就来自他 是金兽皇说不清自己的来历 但是在与他沟通中 灵魂语发现 是金兽的来历 与这个紫色光团有关 甚至整个6-99号区域 以及朔金的产生 都与紫色光团有关 眼前这个直径仅有5米的光团 才是6-99号区域真正的源头 灵魂语目光如电 思绪转得飞快 天子寒在死后 他的位置应该一直没有动过 从天子寒之前所处的位置可以分析出 天子寒应该是在吸收光团里的力量 从表面上看 紫色光团也无非是朔金精华 外面也有无数朔金精华 足够他吸收 以他的灵魂层次 也吸收不了多少朔金精华 那么他为什么舍尽求远 特意跑到这里来吸收呢 难道光团里的朔金精华 与外界有什么不同 喃喃自语中 灵魂语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了半空中的紫色光团上 所有问题应该都在这里 天子寒来此处的目的 也应该是为了这个光团 或者是光团里的什么东西 而这一段信息是金兽黄在吞噬了天子寒的灵魂后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继承 否则是金兽黄肯定不会放过光团 数百年的时间足够把光团研究透彻 林默宇身体缓缓浮起来到光团面前 看着流光四溢的光团不断有丝丝缕缕的朔金精华 从光团中飞出朝着外界散发 求仙花小心翼翼地伸出手尝试接触光团 光团触感柔软就像是进入冰凉的水中 但很快这种凉意就转换成了灼热感 毒 林默宇感受到了来自光团里的剧毒 那是和金银石一模一样的剧毒 而且毒性更大更为强烈 光团不仅是朔金精华的源头 也是金银石剧毒的源头 甚至还可以是朔金矿的源头 如果是别人接触光团 哪怕是神王三阶也是必死无疑 难怪天子寒没有直接触碰光团 他明显是知道 光团很毒 但对林默宇来说 除了微微的灼热感 没有其他伤害 尝试了一番后 林默宇决定进去看看 紫色光团直径不过五米 范围并不大 林默宇进入其中 眼前被一片紫光所笼罩 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 沐浴着紫色流光 林默宇感觉很奇怪 有一种十分舒适的感觉 微微的灼热感 变成了暖意 温暖着全身 林默宇带着一丝哑然 在光团中缓缓前行 很快便来到了光团中心 看到了光团中心的东西 一块紫色的宝石 位于光团的正中心 紫光流转 所有硕金精华都来源于它 它才是6-99号区域真正的源头 一块比婴儿拳头还要小上几分 看上去甚至有些破碎的宝石 竟然会是6-99号区域的源头 这未免也太过不可思议 林默宇心中也觉得无比神奇 但是他并没有即刻伸手 无论面对什么情况 谨慎已经成了本能 弹出探测术 等待结果 未知物质 探测术带回来的结果 并没有出乎预料 随着林默宇的见识越来越广 警戒越来越高 接触的事物不断增多 发现探测术也不是万能的 有很多东西 探测术都无法给出结果 林默宇身边出现一只骷髅 骷髅伸出手 抓向宝石 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骷髅抓着宝石后 毫无动静 表示安全 又过了数秒 依旧没有变化 林默宇这才伸出手 抓向宝石膝石入手温润 他不会释放着紫光 如水流般沿着手掌缓缓流淌 沿着手臂 穿过肩膀 迅速流淌过全身皮肤 温热感传来 让林默宇感觉像是 沐浴在温泉中 十分舒服 林默宇忽然有个念头 如果把他带回去 是不是就能源源不断制造 朔精精华 朔精精华极为神奇 可以大幅度提升灵魂的防御力 不但让灵魂变得更加安全 更加强大 同时也能大幅度提升 人族的战斗 毕 林默宇心中一阵激动 想到便做 当即便想把紫色宝石拿回来 但是紫色宝石纹丝不动 无论林默宇怎么用力 都无济于事 林默宇皱了下眉 以他的肉身力量 竟然无法撼动 这块小小宝石 未免太过可笑 试了几次 紫色宝石纹丝不动 林默宇开始加大力量 177口中发出低喝 全身光芒闪烁 冲破了紫色束缚 不知不觉中 他动用了 距离 束法 所有召唤物的力量 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林默宇的力量 开始大幅度增加 力量迅速突破了 真神镜的限制 达到了神王镜 随后继续拔高提升 越来越强 神王五阶 六阶 七阶 此时林默宇停了下来 没有继续 他知道不需要继续了 宝石压根没有任何动静 即使他把境界提升到极限 神王九阶 拼着灵魂再次自毁 也无法将其撼动 这块宝石 就像是在此处扎下了根 而且 这片根筋无比坚固 远超自己的力量层次 林默宇有种皮肤汗树感 紫色宝石的光芒闪闪烁 好像在嘲笑自己 林默宇有些无奈 这玩意 看来是看得取不走 看着紫色宝石 朦胧的紫光 带着高贵的气息 林默宇忽然眼睛瞪大 怎么看着有些眼熟 他看到了宝石的边缘 这是块明显破碎的宝石 比婴儿的拳头 还要小上一拳 除去断裂处 外缘还是完好的 棱角分明 边缘像是人工刻意打磨过一样 成百上干个不同角度的切面 光滑 美丽 林默宇感觉自己 好像在哪里见过这种切面 他伸手在宝石的外缘上抚摸着 脑海中灵光一闪 终于想到是什么了 君主权杖 那件他在小世界里获得的武器 极为神秘的武器 君主权杖 残缺 传说极武器 全属性 加五000000 这件武器 林默宇用的不多 只用过小小一段时间 等级低时用不了 等级高了用不着 很是鸡肋 君主权杖上 原本应该镶嵌着一块大宝石 但是宝石丢失了 所以 君主权杖也变成残缺品 林默宇曾经研究过君主权杖 给他的感觉 就是 君主权杖 应该是件很厉害的武器 即使残缺了 也有着传说级 如果是完整的君主权杖 只会更强 他研究过君主权杖 在镶嵌宝石的地方 抚摸到了与紫色宝石 极为相似的切面 林默宇从随身处物空中里 拿出了君主权杖 然后比划了一下 随后把君主权杖镶嵌宝石的地方 对准了紫色宝石 双方发生接触 大小似乎正合适 紫色宝石翁的一声 绽放出璀璨光芒 林默宇视野猛的变换 他发现自己 来到一座陌生星空 这种感觉 就像是觉醒技能师 看到的演示画面 这一刻 他成了第三者 星空之中 大战如火如茶 无数骷髅前赴后继 与敌人发生大战 战场遍布广阔星空 绵延亿万公里 骷髅的数量多到无法数清 而且种类繁多 林默宇看到了熟悉的骷髅神战士 神法师 以及射手 看到了骷髅神将 海谷巨龙 见到了死亡骑士 巫妖将军 还看到了一些 从没有见过的骷髅 有骷髅身后长着骨翼 全身散发着圣洁的光芒 也有骷髅骑士 独角战马 身披雷霆 这些骷髅脚下都踏着光环 十分强大 但是与他们战斗的敌人 林默宇却无法看清 像是有一团迷雾笼罩了他们 骷髅们不畏生死 战况十分激烈 这时有人持着权杖而来 君主权杖 在上面有一颗巨大的宝石 金 银 紫 白 灰 五色光芒从宝石中绽放出来 照亮了星空 那个高举着权杖 施展竖法 骷髅们战力大胜 敌人节节败退 尸体如尘埃飘满星空 这时有一杆长枪 从遥远星空飞射而来 以惊人之势 命中权杖上的宝石 宝石四分五裂 画面轰然破碎 林默宇清醒过来 刚才的画面 展现的就是宝石碎死的原因 眼前的紫色宝石 只是完整宝石的五分之一 那敢打碎宝石的长枪 让林默宇感到心悸 他清晰无比地看到 长枪上刻满符文 也可以说 长枪就是由符文组成 而这符文 赫然就是大世界符文 是大世界符文打碎了宝石 可大世界符文也只能打碎宝石 而无法毁灭它 这块宝石 是和大世界符文同级的存在 那么能够承载它的君主权杖 想必也是这个层次的宝物 林默宇思绪如电 很快就想了个通透 没想到自己在小世界副本里 获得的残缺武器 竟然是这种层次的存在 林默宇看着手中的君主权杖 此时君主权杖全身璀璨生辉 完全变了样 就像是一层假的外皮剥落 露出了真实的模样 权杖上显露出精美纹路 无论从哪个角度上去 都是滑贵无比 纹路仿若天成 整个权杖透着令人心惊的威压 这些纹路看上去 就像是一柄镰刀 紫色宝石 此时已经镶嵌在了权杖之上 林默宇收回权杖时 也就收回了紫色宝石 此时他心中一动 2.1再次使用了探测术 为之法宝 探测术给了不一样的答案 林默宇心中亚然 思索着为什么会这样 曾经探测术 可是很清晰地给出了答案 但现在又不一样了 经过思索 林默宇猜测只有一种可能 之前探测术给出的答案 是君主权杖主动给的 是君主权杖主动在欺骗探测术 到了这种层次的宝物 如果说没有自我意识 那才不正常 林默宇通过灵魂意识 沟通君主权杖 确实感受到了里面有一个意识 但是这个意识 似乎陷入了沉睡 没有太多的反馈 仅有一些信息 让林默宇知道了 这件武器的名字 君主权杖只是假名 这件武器真正的名字为 天灾权杖 天灾权杖 在得知名字的同时 林默宇仿佛看到了 无穷无尽的亡灵 犹如灭视天灾一般涌来 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死亡的末日之中 毁灭扑面而来 林默宇浑身打了个颤 差点把天灾权杖脱手扔掉 他感觉自己握着的 并不是仅仅是一件 难以描述的法宝 而是件足以毁灭 整个大世界的恐怖之物 宁心定神 林默宇深深吸了口气 鼻腔里吸入大量硕精精华 又从口中吐出 层层叠叠的紫色细线 不仅没有把天灾权杖扔出去 反而握得更紧 天灾也罢 末日也好 都要看谁使用 若有一日 真要引来天灾 那也是 由我主导 我的存在 将是其他万族的天灾 林默宇郑重说着 一字一句 斩钉截铁 天灾权杖在一场大战中 核心宝石被打得四分五裂 一化为五 五块宝石 金银紫灰白 其力量互相掺杂 又相对独立 各有不同功能 手中这块紫色宝石 蕴含着增强灵魂的能力 被称为灵魂宝石 08朔精精华 只是其外翼的力量所化 朔精精华继承了增强灵魂的能力 随后 朔精精华散布于星空之中 形成了一片独特区域 在今年累月的演变中 朔精精华分为阴阳两面 阳面为朔精 是极佳的材料 阴面是金银石 蕴含剧毒 可以腐蚀万物 也可杀人于无形 万事万物分阴阳黑白 林默宇一早就清楚 自己的不死法则 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得知了这片区域的来历 林默宇知道自己 取走灵魂宝石后 用不了多少年 这片区域将不复存在 源头消失了 维持不了多久 但这又关自己和事 自己也不可能再把天灾权杖留在此处 这种和大世界符文同级别的宝物 不拿才是傻子 权杖的意识 在大战中陷入沉睡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苏醒 五块宝石流落四方 不知去向 想要寻回也是千难万难 只能看机缘了 天灾权杖虽然还无法使用 但是它本身层次太高 已然能发挥一些作用 与硕精精华增强灵魂防御力的单一作用不同 紫色灵魂宝石中 蕴含着更为全面的能力 它可以增加灵魂对法则的感悟能力 而且是那种根源上的增加 久而久之 灵魂对各种法则的领悟力 都会大幅度增加 修炼会变得越来越容易 这点非常重要 林默宇心中非常清楚 在他眼中 这个功能比起增加灵魂防御力 更为重要 强压住内心的喜悦 林默宇低声自语 不愧是和大世界符文同层次的存在 即使在法宝之灵沉睡 核心宝石四五分裂的情 框下 依旧有着如此强大的作用 任何人得到它 都将奋为至宝 我领悟修炼不死法则虽然不慢 但法则这种东西 越到后期越是缓慢 尤其是当达到神王三阶之后 法则修炼过半 每提升一阶 都要以百年来计 甚至到了神王七阶之后 更是数百年上千年 才会提升一阶 无数人被困在神王层次 难以迈入神尊增加 一是因为灵魂品质不够 二就是 法则领悟太难 而到了神尊境界 本身法则领悟层次达到百分之百 法则具现 投入法则星河 开始大道之争 那时就更加困难 到时候还要去领悟其他法则 到那个时候 对法则的领悟能力 就彻底凸显出来 灵魂对法则的领悟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 决定了可以达到的上限 林墨宇虽然还没有达到那种层次 但是通过对资料的阅读 自己的分析 已经大致做出了猜测 所以 修为境界越是高深 灵魂的领悟能力 就越是重要 除非走的是单纯肉身成圣的道路 那倒是可以无视这一点 手中微光闪动 天灾全杖消失 下一秒便出现在了灵魂世界里 被灵魂一把抓住 一股温暖如水的感觉 从天灾全杖上流淌而来 灵魂犹如置身温泉之中 无比舒服 灵魂常常地吐出口气 思绪在此刻变得无比清明 对法则的理解更加透彻 明明刚刚达到真神六阶 现在又前进了一步 距离真神七阶也不远 而且之前达到真神六阶之后 对法则的领悟还略有不明之处 此时也清晰无比 如此一来 若是再来一场杀戮 凭借着双重本源术法 吸收灵魂的特性 完全可以晋升至真神七阶 嘴角微微扬起 这次收获不菲 此次一行虽然有所波折 可是收获远超预料 不仅如愿以偿得到了硕精精华 令灵魂防御力大幅度提升 而且还意外得到了紫色灵魂宝石 令天灾权杖真神重现时间 发挥作用 随着紫色宝石的消失 光团正在逐渐消散 消散速度很慢 按此速度 至少还有上百年时间 上百年之后的事 关自己何事 离开朔金元星 星空一片平静 是金兽已经死光 灵末与目光中略带思索 他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是金兽究竟从何而来 不过同样的 对于他来说 此事并不重要 召唤来躲在远处的精英神王 此时精英神王全身冒着青烟 金色身体早就失去了光泽 朔金元星附近的剧毒太过强烈 他无法抵抗 若非他持续不断使用抵抗剧毒的宝物 现在早就死透 现在他已经达到了极限 如果林墨宇再晚点出来 他必死无疑 可是身为复生者 在没有得到林墨宇命令前 即使是死 也不会离开 林墨宇弹出一道不死383法则 转化成生之力 洗刷着他的全身 羽毛重新焕发出生机 金光再度绽放 林墨宇站到他的身上 回去 一声令下 精英神王朝着来时的方向 呼啸而去 在林墨宇走后不久 朔星元星核心的小小洞穴里 出现了一个虚影 虚影穿着青衣 衣服上绣着云纹 浑身透着贵气 他的模样与天子涵有几分相似 头顶同样长着一只精美的独角 他与天子涵一样 是星空天灵族人 虚影看着朔星精华 目光中透露着思索 天子涵在这里陨落了 这里有不少灵魂本元器 难道天子涵真的找到了灵魂宝石 可这里又是哪呢 这里的法则很奇怪 似乎不属于正常星空 不过这里除了天子涵 似乎还有别人的气息 先将气息记下 将来或许能找到 他目光在周围扫视着 带着疑惑 他显然受到某种限制 无法离开此处 也无处判断所处的位置 最终 他不得不叹口气 渐渐消失 在他离开后 小小空间里 再度有了新的变化 紫色光团之中 出现了一个黑点 黑点如黑洞一般 仿佛连接着另一个世界 有不同寻常的光 从黑点中透出来 继红参这几日 眉头都没能松开过 是金兽的突袭 被林默宇事先预判 直接解决掉 骷髅们展现了惊人战力 如秋风扫落夜般 把一众是金兽清理干净 所有人族修炼者 都看得阵阵泽舌 但是清理了一波之后 骷髅们忽然消失了大半 只剩下一小部分 继红参不知道 这是林默宇在远处操纵着 还是骷髅再度隐藏起来 他始终有些担忧 怕更多的是金兽过来 也怕附近又有 朔金星辰被引爆 剧毒粉末弥漫过来 不知道林兄弟怎么样了 不过看着骷髅没事 傀儡没事 主人也应该不会有事吧 他目光看着 剩下的骷髅神将 心中思绪着 骷髅们清理完是金兽吧 把留下的朔金 全部整理到一起 数万块高纯度朔金堆在一起 绽放着幽蓝光芒 这是比不菲的财富 但是无人敢去打他们的主意 光是看看守在外面的骷髅神将 敢打他们的主意 就是找死 数日之后 一道金光从远方射来 林默宇的身形 出现在视线之中 精英神王远远离开 林默宇震动着亡灵之意 脚踏光速法则光环 飞射而来 继红参大喜 立即飞出战舰迎上去 林兄弟 你终于回来了 林默宇从他的眼中看出了担忧 知道这是个真性情的人 林默宇不喜欢废话 也不会说太多的客套话 都解决掉了 我们可以回去了 继红参眼中露出惊喜之色 可随即又有些担忧 可是剧毒粉末覆盖的范围太大了 我们的战舰怕是撑不过去 林默宇笑了笑 无妨 我带你们出去 估计着 现在外界军方的人 也应该能进来了 封锁解除 6-99号区域已经恢复正常 可以再度进出 这点时间里 相信军方肯定已经找到了 合适的通道 再度派人进来 继红参现在十分信任林默宇 点点头 好 都听林兄弟的 两人进入战舰 战舰启动 朝着来时的方向飞去 很快 战舰在布满星空的剧毒粉末前停了下来 这里成了禁区 无论生命和物质 都会被剧毒腐蚀 难以存在 林默宇站在战舰的最前方 张开法则领域 笼罩了整艘战舰 随后战舰一头扎进了剧毒粉末里 在里面快速前行 有林默宇的法则保护 剧毒粉末压根对战舰造不成影响 继红参眼中金光连闪 他原以为林默宇有什么厉害的宝物 可以躲避剧毒 没想到林默宇只是凭借自身的法则领域 就挡住了剧毒粉末 他对林默宇的法则感到好奇 搜长刮度下 他也没能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法则 显然这时的他不认识法则 虽然好奇 但他并没有多问 这是林默宇的秘密 他很聪明 不该问的 绝不会去多嘴 孟刚 自从那次人族军队和恶魔族军队进去后 就再也没了动静 但就是在一天前 星空忽然震动了一下 寂静的边缘地带 忽然有了变化 身为神王的孟刚感受到了空间的变化 他仔细地感应了一下 说道 封锁解除 空间恢复了 玉竹窍脸上露出惊喜之色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出去了 孟刚说道 应该可以 但是我们到底要不要出去 他想起林默宇叮嘱过的话 如果骷髅还活着 即使有通道出现了 也不要出去 当时林默宇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 孟刚现在这么一说 玉竹也想了起来 那我们要不要出去 孟刚想了想 我觉得还是静观其变 暂时不要出去 我的分析是这样 封锁消失了 那就说明队长肯定做了什么 而且骷髅没事 队长也不会有事 那我们就等着 想来队长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玉竹三人觉得 孟刚说的有道理 也应声道 那就等着 等他回来 封锁解决之后 空间的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 气泡不时出现 变成或大或小的通道 有些小的通道 无法让人通行 不过也时不时会出现 可以攻人通行 甚至攻军队通行的大型通道 这一变化 外界的人也发现了 第三天的时候 又有队伍冲了进来 这次进来的 不只是人族和恶魔 精英族 恶魔族 牛魔族 人族都有队伍冲了进来 不止种族多了 而且数量也远超上次 光是恶魔族 就是数万人 一艘艘战船 张牙舞爪地停留在星空中 气势惊人 精英族来的人 也足有上万 在他们队伍的上方 是一只体长超过上千公里的巨大精英 那是他们的图腾 也是他们的战争兵器 人族同样毫不示弱 两只万人方阵 整齐地立在星空中 摆出了大战的架势 人族同样有战舰停在星空之中 几方在蔚蓝的星空中互相对峙 谁都没有先动手 可气氛却变得无比凝重 而孟刚等人 恰好在几个队伍中间 好像被包围了一样 玉竹沉着脸低声道 怎么办 孟刚现在也有些忧郁 骷髅虽然很强 但对方人数众多 精英族和恶魔族都是人族的仇敌 万一他们同时发难 骷髅能不能挡住不好说 他们现在成了中心点 自己的动作极有可能变成导火索 到时一开战 他们几人肯定手当气冲 就在他们迟疑之际 忽然远方有星光出现 一艘人族战舰从星空深处飞来 人族战舰虽然外观相差不多 但上面都有编号 孟刚一眼就认出 这艘战舰就是纪洪生带队的那艘 得了的 纪洪生回来了 那么林默宇会不会也在其中 这时四周的骷髅神将集体转头 朝着战舰看去 这一幕让孟刚三人意识到 林默宇回来了 战舰在星空中停了下来 林默宇率先从中飞出 孟刚等人顿时松了口气 林默宇没事 他真的回来了 在林默宇之后 战舰里的人族士兵纷纷飞出 迅速组成战阵 加入对峙的行列 多了一支万人队 人族势力大增 此时就算恶魔族和精英族联手 人族也不会害怕 尤其是纪洪生 他清楚林默宇的战力 在林默宇面前 眼前的恶魔族和精英族 根本不算什么人 林默宇静止来到孟刚等人面前 目光扫过 不错 我们该回去 孟刚当即敬礼应道 遵命 林默宇是他们的队长 他的命令就是军令 孟刚等人听从林默宇的命令 迅速后退 整个过程中 恶魔族和精英族 虽然有所异动 但最终还是没有行动 在情况未明前 谁也没有轻易动手 三方实力相差不大 若真打起来 必然是两败俱伤 恶魔族和精英族 都没有率先动手 都不想让对方占到便宜 至于牛魔族 更是不会动手 他们向来处于中立地带 与三方有关系 都只能算是普通 既不好也不坏 孟刚等人回归后 人族队伍迅速后退收缩 等了数小时 等到一个巨型通道出现后 队伍离开了被朔金元星统治的区域 在此期间 玉竹好奇地问道 队长 任务完成了吗 林墨宇只是简单地应了声 完成了 玉竹眼睛一亮 真的呀 找到活着的人了 具体的是 我回去会详细描述 到时候 你们等消息就行了 里面的发生的事 有些事可以说 有些事不能说 林墨宇在权衡之后 决定至少也要和军团长一级的人沟通 就算是长老 也不够格 玉竹还想要追 被孟刚打断了话 任务完成就好 他给玉竹一个眼903色 示意他不要再问了 作为军方的老人 他自然知道 这些事就算要问 也是私底下去问 现在人多眼杂 少说为妙 即使用灵魂传音 军方也不是没有监听手段 眼前的星空开始变幻 蔚蓝星空逐渐隐去 满天星光与深邃漆黑 取而代之 大世界里熟悉的气息传遍身体 他们离开了游朔金笼罩的世界 回到了原本的大事件 扑面而来 是大战后的气息 满天漂浮的战舰残骸 无数军人飞奔来回 忙碌地打扫着战场 战舰的每一块材料都很珍贵 即使打败了 也能回炉重练 不可浪费 在千万公里外的地方 恶魔似乎也做着类似的事 林墨宇将之看在眼里 和他所预想的一样 这里确实爆发了战斗 而且规模不小 看着战舰残骸就可以知道 人族损失的战舰 至少超过十艘 每艘战舰都可以容纳万人队 参与战争的军队 至少还要翻上几番 甚至有可能是百万级规模的大战 百万级规模 已经是一座星空堡垒的总军力了 人族十座星空堡垒 正常的驻军 也就是千万左右 当然 人族的军队数量不止这么点 十倍都不止 若是真的大战开启 人族可以在短时间内 增兵数千万 甚至数亿 这就是人族的底气 身为大世界里强族的底气 白衣飘飘 老书人李元白飞了过来 他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知道林墨宇回来了 见过前辈 林墨宇主动打着招呼 李元白恩了一声 笑呵呵地说道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快 大人再等你 林墨宇点点头 目光朝着身后的孟刚 玉竹 王正豪 以及荣杰四人扫了一眼 他的意思是说 这四人是自己的队友 如果有什么事 应该一起 李元白自然明白 当即说道 一起去 这次你们小队完成了任务 都会受到奖励 林墨宇与李元白并肩行 孟刚四人跟在身后 脸色都有些古怪 其实这次任务里 他们四人就是累赘 不仅没帮上什么忙 反而还要让林墨宇 为他们分心 任务也是林墨宇一个人完成的 其实不给他们奖励 也属正常 李元白带着他们 穿过战舰组成的防线 来到了一座原型堡垒面前 这座堡垒体型不大 没比战舰大多手 但是透着一股 令人世息的威压 林墨宇从堡垒上 这座堡垒曾经在战场是纵横 染过血 杀过无数敌人 孟刚等人就没有这种感觉 在看到堡垒 EF时 只感觉身上被压了一块大石头 不自觉的有些心境 孟刚脸色微变 他认出了这座堡垒 低声道 战神堡垒 玉竹是第一次见到战神堡垒 不过他听过战神堡垒的大名 立即问道 这就是战神大人炼制出来的战神堡垒 孟刚点点头 没错 玉竹眼睛发光 顿时头以憧憬之色 南南道 没想到 我还能见到战神堡垒 能被称为战神的 只有一人 萧战天 林墨宇听着他们的对话 知道这座堡垒 是出自战神萧战天之手 心中不由地肃然起敬 但他又感觉奇怪 萧战天的年代 距今非常遥远 如果真是萧战天炼制而成 那必然会透着苍茫古老的气息 这座战神堡垒 虽然也有些年岁 但远谈不上古老 李元白也听到了几人的话 扭过头笑着说道 这确实是战神堡垒 但并非战神大人 亲手炼制的那几座 玉竹立即问道 那是根据真正的 战神堡垒纺制的吗 李元白笑着点点头 没错 虽然是纺制 但也具有不小的威能 当然 不能和战神大人炼制的相比 玉竹眼中闪过一丝失望 但随即又露出笑脸 能见到纺制品也不错了 老祖宗说过 战神堡垒是非常厉害的战争兵器 轻 意见不得 李元白笑着点点头 确实 他的态度出奇的好 一点也没有架子 毕竟这是位长老 而且还是神尊敬的强者 正常来说 不会如此平易近人 孟刚并不笨 知道李元白应该是 看在林默宇的面子了 否则都不会和自己这种小角色 多说半句废话 李元白带着众人 飞入战神堡垒 来到了最顶上的一座建筑前 林默宇打量着建筑 漆黑的墙体 棱角分明 就是军队的风格 没有任何装饰 上面却有着不少战火留下的痕迹 用的是什么材料 林默宇看不出来 不过他可以肯定 自己绝对没能力 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 战神堡垒 哪怕仅是纺制品 也有着极强战力 至少不会比神尊弱 自己就算拼死把实力 提升到神王九阶 距离神尊 依旧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但是眼前的战神堡垒 与那座神秘庄园里的古堡相比 又有着天翻地覆的差距 虽然目前自己还需要 仰视战神堡垒 但早晚有一天 可以平视对方 甚至俯视对方 大门在无声无息中开启 一股磅礴气息从里面冲出 随后消散无踪 进来 魏妍的声音缓缓响起 林默宇心中一动 这声音有点耳熟啊 原以为等着他们 会是六号堡垒的军团长 没想到是朱祁武 难怪李元白只是说 大人在等着他们 而没说是谁 朱祁武不是军团长 却是镇守整座 朱雀战场的强者 是朱雀战场真正的化石人 地位比军团长还要高 他的修为达到了神尊的极限 属于神尊中的至强者 这件事竟然惊动的 这位镇守大人 不应该啊 除非他知道灵魂宝石的存在 否则不至于惊动他 林默宇一时间思绪纷飞响了很多 进入屋中 朱祁武坐于主位之上 其他位置都空着 在他们进去后 朱祁武面无表情 浑身散发着森森威严 兜作 他的声音沙哑厚重 犹如军令 无人敢违背 众人立即坐下 只有李元白还站着 朱祁武低声道 李长老 你来记录 李元白点点头 当即拿出一块玉牌 放在桌上 玉桌被激活 绽放出迷蒙光芒 笼罩整间小屋 朱祁武说道 林默宇 把这次任务经过说一遍 林默宇点点头 当即把整个任务过程说了一遍 从进入时受到士金兽的偷袭 到后来士金兽设计陷阱 直至发现士金兽吞噬灵魂 诞生灵智的方法 到最后解决掉士金兽 林默宇把整个过程大概说了一遍 孟刚 玉竹 王正豪 荣杰 四人都瞪大了眼睛 看着林默宇 一个个眼睛几乎要掉出来 完全不敢相信的模样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林默宇之后经历的事情 竟然如此诡异 士金兽皇 竟然以朔金元心为肉身 防御力达到极致 已经远超神王三阶 这样的士金兽皇 在6-99号区域里几乎是无解的存在 可即便是这样 依旧被林默宇干掉了 那林默宇的战力 又该达到什么程度 林默宇从士金兽口中 救下了700多人 而且还救了一整支军队 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次军衔晋升 是板上钉钉的事 甚至还能获得额外的奖励 孟刚因为激动 身体微微发抖 他很清楚 林默宇若是能得到额外奖励 他们身为队员 多多少少也能获得额外奖励 奖励越高 他们得到的奖励也会越多 朱七五目光炯炯的看着林默宇 李长老都记下了吧 李元白关闭了玉牌 都记下了 朱七五语气缓慢而低沉 那就麻烦李长老 把玉牌带回去 交由人黄网络进行验证 你们几个也先离开 林默宇留一下 李元白没有多余废话 起身朝着朱七五行礼 迅速向外走去 孟刚几个也跟着赵作 迅速离去 大门砰的一声关上 屋里只剩下林默宇和朱七五两人 大门之外 孟刚壮了壮胆子 小心翼翼地问道 李长老 那位大人是谁啊 他感觉朱七五身上的气势 比起一号堡垒军团长的气势 还要强大 孟刚心中无比好奇 李元白语气中带着一丝恭敬 镇守大人 孟刚顿时愣在当场 难难道 竟然是镇守大人 难怪威严如此森重 没想到连镇守大人都出动了 看来此次事情非同小可 玉竹在一旁轻声道 看样子 镇守大人好像和林默宇认识 李元白看了他一眼 轻哼了一声 有些话不该说的 别乱说 玉竹下的脸色一白 吐了吐舌头 我知道了 你们几个在这里等着 等会一起回去 说完之后 李元白率先一步离去 拿着玉牌交给人黄网络进行验证 他只负责记录 验证的是不归他管 屋内的气氛忽然松弛了一下 朱七五的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威牙逐渐收拢 又重新变回了林默宇认识的那位朱前辈 他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着 说说吧 刚才还有什么漏的 林默宇呵呵一笑 有些事不方便告诉他们 口中的他们指的就是孟刚 玉竹等人 他曾经身处小世界的权力顶端 自然明白 人老成精的朱七五 自然也明白 所以刚才朱七五 只是让他说一下任务的经过 而不需要细说 真正细说的是 不可能堂而皇之记录下来 朱七五眯起了眼睛 一老一小两只狐狸 心照不宣 求仙花 林默宇说道 这件事 我原本还在想要找谁说 找长老 感觉不太够 我和军团长也不熟 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找您 正好 您也过来了 朱七五眉好气道 少废话 直接说事 林默宇呵呵一笑 是金兽皇 是第一个诞生灵智的是金兽 他吞噬的对象 是一个叫天子寒的人 吞噬的方位 是在朔金园 心河心处 朱七五皱起了眉 南南说道 天子寒 我们人族中 信天的人不多 而且 能进入朔金原星核心的神王三阶 应该没有 他不是人族的吧 林默宇并没有正面回答 自顾自说道 是金兽皇 因为吞噬了他的灵魂 所以也继承了他的一部分能力 比如术法 那术法在使用时 会出现一个双手托举的巨人 会对敌人进行跪拜 碰 朱七五猛地站了起来 面露金融 星空天灵族 他果然知道 星空天灵族 对于绝大部分人族来说 只是一个名字 除了知道有星空天灵族 这样一个神秘种族 对于其他信息 一概都是不知的 至于什么术法 模样 特征更是如此完全不清楚 朱七五能通过一个术法的描述 就知道是星空天灵族 显然朱七五 对星空天灵族了解不少 信息总是掌握在一些高层手中 这点没错 职位越高 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就多 林默宇并不觉得奇怪 他只是奇怪朱七五的反应 从朱七五的反应上来看 星空天灵族 似乎非比寻常 连向来镇定的朱七五 都会如此震惊 朱七五也意识到 自己反应有些大了 低声道 星空天灵族的人 都以天为行 所以他叫天子寒 也是没错了 但是 你不是说 他的灵魂 被是金兽黄吞噬了吗 你是如何得知他性命的 林默宇看着朱七五 陈阴鼠秒后 缓缓说道 前辈 我们做个交易如何 朱七五眉毛一挑 什么交易 林默宇说道 您告诉一些 关于星空天灵族的事 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 而且 在将来某些时候 帮你们做些事 红光闪动 诅咒落下 同时星空中 浮现百万米亡灵之眼 不死